近日,有网友晒出郭碧婷现身的画面,这也是郭碧婷在生产完二胎后的首次现身,自然是吸引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 原来当天是郭碧婷为女儿举行两岁生日party,并且还有二胎儿子的百日宴,不得不说郭碧婷这绝对是双喜临门呢,拥有一儿一女,恰好组成好字,一时间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和祝福,郭碧婷果然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据悉,郭碧婷女儿科尔的生日正是10月1日。 从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身后的背景板上写着祝科尔生日快乐,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写着欢迎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一百天。 画面中的郭碧婷身穿蓝色裙子,波浪卷发,整个人看上去都瘦了许多,网友们都点赞郭碧婷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生产完二胎的她身材已经完全恢复了,并且看上去似乎比之前的状态更好,网友们都形容这就是女人当妈后更具有女人魅力的缘故吧。 生完二胎已经三个月的郭碧婷身材恢复得很是不错,身材纤细,宛如少女一般。 尤其是她与一众好友坐在一起,怀中抱着一只小猫,无论是气质还是颜值都十分出众。 不过不少网友们都质疑,为什么女儿的两岁生日,儿子的白玉燕,这么重要的场合都没有看到向左现身呢? 甚至不少网友们都表示如果正常情况下,向华强和向太应该也是会现身的,只是他们都缺席了,所以网友们都猜测向左和郭碧婷的婚姻关系可能是有变。 而后续有网友晒出了一张截图,表明向太本子也是参加了生日聚会的,从这张截图中我们也能看出,向太还抱着科尔切生日蛋糕,看来还是很重视自家的宝贝,但对于郭碧婷老公向左是否有到场,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此前,郭碧婷在台北为女儿举办百日宴时,肖静腾,小S与众多商界大佬们纷纷现身,现场众星云集,可谓是十分热闹。 很多人拿今年科尔生日与去年的一周岁生日做对比,不得不说去年的生日阵仗的确很大,向太和向华强都到场为科尔庆生,据说在场还请到了许多社会成功人士,向华强更是在宴会上一盏歌喉,向左抱着女儿在一旁笑得很开心。 向左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家三口的合照,并配文称谢谢老婆,辛苦了。 除此之外,向太也发文晒出生日宴的照片,一家人站在台上,向太怀中抱着小奶黄,温馨的画面惹人羡慕。 但这次小奶黄生日以及二胎小宝贝儿的百日宴,向太和向左的社交平台都没有任何动态,这一反常行为不免让人猜测,难不成郭碧婷与向左的感情真的生变了? 这一次郭碧婷为女儿庆祝两岁生日和儿子的百日宴,只是简单地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并没有什么太隆重的宴会。 不过现场布置还是很温馨和有童趣的,可见郭碧婷还是很用心的,只是孩子身边没有爸爸,网友们都表示有点遗憾。 早在今年5月20日这一天,向左就通过社交平台分享郭碧婷怀二胎的喜悦,并表示自己在办理相关的手续,为了尽快能和郭碧婷团聚。 而有网友在评论区刁钻提问为何夫妻两人聚少离多,向左也表示疫情期间有很多不便,自己也不想这样。 要知道自从向左被传出轨的事件之后,网友们都对向左郭碧婷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疑问。 因为郭碧婷在台湾生产二胎,而在此期间向左一直都是在北京的,并没有在台湾陪产,这样的状态还真的是令人有点诧异。 虽然事后向太出面怒斥狗仔乱讲,并解释与向左一同回房间的事经常合作的姐姐,但大家都并不买账。 随后,又有媒体晒出向左与其他女子视频聊天的画面,女方还表示向左邀请她去上海玩,向左出轨的事情在一时间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 此次,小奶黄的生日宴,一向喜欢搭肆宣扬的向太也保持了沉默。 虽然向太之前官宣二胎是儿子,但是一直都没有晒照公布二胎孙子的照片,这完全不符合向太的风格,所以网友们都猜测二胎儿子目前应该是在郭碧婷和郭碧婷爸爸哪里抚养, 目前向华强和向太还是在香港的,而向左一直在北京。 之前,郭碧婷的爸爸在社交网站上吐槽向左,并且还因为网友们的一句调侃就退网了,可见郭碧婷的爸爸是真的很生气,并且已经对向左很失望。 网友们都表示向左和郭碧婷的关系应该是凶多吉少。 还透露如今的向左私下玩得更疯了,完全不顾及女方感受,至于郭碧婷,就是向太给了不少好处,也加上没有话语权,所以也只能仍有老公胡来。 该预计还补充道,向左跟郭碧婷后续迟早会离婚,就是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还表示两人离婚后,女方将在抚养权和财产分割上会吃亏的。 从爆料来看,似乎郭碧婷的婚姻已经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方了,回顾两人的爱情乃至婚姻过程,似乎郭碧婷都是较为弱势的一方,外界也有不少人并不看好他们的爱情, 尤其是向左过往的桃色绯闻,几乎都是跟清一色的性感辣妹有关,如婚前曾点赞美女性感照,还有就是跟女网红的聊S视频等等,似乎郭碧婷这类的文艺女神好像并不对她胃口。 郭碧婷二胎后手现身,为二胎儿子举行摆日宴,向左缺席一寺婚变。 自从向左出轨事件之后,一向喜欢秀恩爱的夫妻俩就再也没有同框,就连向太也不晒孙女和孙儿了,所以网友们都怀疑两个人应该是婚变了。 对于该余记的爆料,向左和郭碧婷都没有做出回应,内容真实性也是有待考察,我们还是先冷静吃瓜鲜, 对此,你们又是如何看待向左缺席自己孩子的生日会? 你们又是如何看待郭碧婷的忍气吞声的? 你们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婚姻? 欢迎留言讨论哦!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网友们不要胡乱揣测,希望当事人能够出面澄清一下吧!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